视网膜脱落是一个急性的眼疾 后果而不重可以引致失明 究竟视网膜脱落有什么成因 如何才可以预防呢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眼科专科医生 钟兆康和我们讲解一下 多谢你钟医生 多谢 其实视网膜脱落是如何界定的 视网膜脱落 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 眼球里面其实有很多层 视网膜其实就是最里面的一层 视网膜脱落的意思是等于 如果你的屋里面的墙子 如果穿了一个洞 跟着墙子入了水 墙子开始脱落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眼中的视网膜 开始脱离视网膜的基本组织 那会有什么后果的 视网膜脱落如果你不处理它 是有机会引致完全失明 什么都看不到 连光都看不到都可以 所以视网膜脱落是需要 立即处理 那哪些是属于高危的一族呢 高危呢 通常男性在40至60岁之间 风险会比较高一些 如果是有任何人士 突然间出了很多非蚊 这也是一个高危的 如果有些人是 有家族遗传的视网膜脱落 或者另外一只眼尸的视网膜脱落 或者是他从事一些撞击性比较高的活动 例如打拳 或者是喜欢玩笨猪跳 或者喜欢踢球成顶头锤 这些比较撞击性强的活动 风险理论上是增加了 如果眼球本身是高过700度近时的人 风险都会比正常人高了 那做完激光矫视之后 会不会减低风险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创意的观念 因为激光矫视 它只是糾正角膜 将角膜削薄的时间 就达至减低近时的效果 但是其实为什么高近视 视网膜脱落会高风险一点呢 就是因为眼球本身是拉长了 眼球拉长了的时间 才会引起视网膜薄了 有脱落的风险就变相高了 不如和我说一下视网膜脱落的原理 一个眼其实就等于一个球体 一个球体来的 球体里面其实不是水 它是有一些啫喱状的物质 啫喱状的物质叫做玻璃体 这个玻璃体在一个人刚出生到20岁左右 它是一个很实的啫喱状的物质 黏着整个眼中 它过了20岁之后 它会开始慢慢退化化成水分 它退化到差不多一个时间 它就会逐渐离开原本黏着的视网膜 这是一个正常的退化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过程由这个玻璃体 在它离开视网膜的时间 如果它有一些地方它是黏得比较实的 它脱离了视网膜的时间 它拉穿了视网膜 接着在穿了孔里面 它再进水 那就演变成视网膜脱落 这是视网膜脱落的原理 视网膜脱落有没有鲜少的 视网膜脱落 大部份人都会有些鲜少 这样通常来说 会突然间看到有飞蚊 接着它可能过一两天 它会看到有闪光的情况出现 接着再过一两天 它可能会看到旁边的视野 开始模糊或者黑了 接着它黑了或者模糊那一块 它慢慢逐渐向眼中 中央的视野伸展 有这些情况差不多 已经九成九是视网膜脱落 视网膜脱落有没有预防的 有没有小提示给我们 其实如果你 任何人看到飞蚊 突然多了的时间 就应该去查一查 但就不需要马上去急诊室 做这件事 如果看到飞蚊 接着真的会有影响 视网膜的情况 其实都不是很常见的 大约如果一百人有飞蚊 可能有十个人 视网膜出了个孔 一百个人有孔 可能只有十几个人 真的会演变成视网膜脱落 第一个提示就是 如果看到飞蚊 就应该去查一查 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是 经常玩一些 撞击性比较强的活动 都应该是 来不来查一查 如果你喜欢打拳 或者你喜欢整天 玩笨猪跳 这些活动 突然飞蚊多了 可能都应该去查一查 如果真的有了 视网膜脱落 怎样去治疗 如果是就这样 穿了个孔 而小孔是未入水 这些是可以 不需要去手术室 这些就是在 診所里面 可以用激光去处理 将那个孔封住 在那个孔 再演变成为 视网膜脱落的 机会就很低了 如果真的好不幸 如果这个孔已经穿了 而进了水 这些就需要 在手术室处理 今天非常多谢 眼科专科医生 钟绍康 跟我们讲解 事务脱落的情况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